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次的主题是舞动时尚 所以我们在很多服装系上都用会从武侠的概念去发展 然后因为讲到很多东方色彩 所以我们用不同的东方文化的东西去融合 让它变成服装上的细节 比如说可能来自印度的华纳 或者是少数部落民族的配件或针织的图腾 运用机能布料加强行进间的律动感 李玉昌更活用版型 图腾 针织等技法 像一段台湾百年历史透过服装向大众诉说 当初有个台湾民族国 就是台湾人在奋斗 然后想要追求民族的时候 有一边国旗叫做蓝帝皇户旗 然后我有用那个国旗当灵感设计这个系列 所以可以用网布跟十字袖的方法去做结合 然后让它整套衣服的机理跟层次都可以更明显 我们每一次的系列都希望用很多图像化的东西 或者是很多生活上灵感的东西 加在我们的系列里面 借用东方水墨化留白的意象 呈现整体服装虚实对比的感觉 李玉昌拿下台北TOP时装设计大上最佳市场秦力奖 但他其实是个法律研究所学生 我们其实不是从慢慢基本的学 而是从我们想要学服装的开始学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影响我们后面蛮大的 就是等于我们在创作服装的时候 不会有非常多的限制 认为时尚是每个人的第二种身体语言 李玉昌希望透过服装 让更多人找到自己 同时也看见他的努力